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案子是最近小伙伴推荐给我的一起杀人主尸案 此案2021年12月才刚刚宣判,距今仅不到4个月 网络上除了披露法院判决的相关内容外,还没有媒体对于侦破过程进行报道 所以此案的信息并不太多,网上我也没有看到其他的视频作者讲过 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讲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此案要从一个女人讲起,罗某 罗某不知是哪里人,推作为广西贺州,也不知道十年多大 只知道其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自己独立带着一个女儿生活 离婚后,罗某机缘巧合的认识了一名广西贺州的男子,陈红 两人互生好感,并在之后成为了情侣 2019年年初,陈红和罗某商量后决定,一起去广东打工 于是两人在中山市租了一套房子,除了找工作外,也正式开始了同居 当工作稳定下来之后,罗某将五岁的女儿李某也接了过来 一个三口之家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然而,据罗某的朋友爆料,说罗某与陈红同居时 相识的时间并不久,互相了解的都不够 而同居之后,当初恋爱的美好一下转为了一地鸡毛 两人因为性格迥异,生活习惯等问题 经常会为一些小事难以磨合,发生争吵 而此时,罗某发现,陈红非常的大男子主义 自私,而且暴躁 他要求罗某必须所有事情都听从他的安排 如果稍有不如意,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殴打 但是不知道罗某是不是因为带着孩子的原因 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也不太能找到更好的男人 于是便也还是跟着陈红过 2019年10月7日,罗某看中了一套广东赫山式的房子 于是就交了两万元订金,准备贷款买房 而这个决定,他事先却没有和陈红商量 所以,当陈红得知此事后,愤恨的程度大家可想而知 陈红认为,罗某连买房这么大的事 居然都敢不和自己商量 于是就开启了找茬模式 有事没事就得次等罗某几句 两人的矛盾也开始与日俱增 就在当年的12月2日,罗某买的房子该交首付了 陈红便驾驶着一辆面包车 带着罗某及李某从老家广西贺州前往广东赫山 驾驶途中,陈红一边想着罗某买房不和自己说 一边觉得一笔大钱要拿去交首付 于是他越想越觉得亏,越觉得生气 所以在车上没说两句 就开始找着茬的骂罗某 罗某可能也是觉得委屈 所以开始还嘴,也骂了陈红 结果陈红气得当时就狠狠的给了罗某一个大嘴巴 被突然扇了一巴掌的罗某当场被打哭了 要求陈红停车,自己要下去 而陈红也就真的在江门市陈家村附近下了高速 把车停在了路边 但是他停车并不是为了让罗某下车 而是要好好的和罗某讲讲礼 陈红把自十月罗某未经请示就决定买房 并交了两万订金的事情开始 两个月以来积攒的怨气全部发泄了出来 对着罗某手口并用 打得罗某惨叫不止 而此时,同在车里的李某 被这场面吓得也开始哭喊 并试图拉开陈红 这时的陈红本来就在气头上 他认为李某的哭喊吵得自己更加烦躁 于是就把李某也抓过来一并开始打 罗某见李某被打 突然母性喷涌 一改往日柔弱可欺的样子 开始疯狂的撕扯陈红 而陈红面对罗某的疯狂反抗 彻底的被激怒了 他打开了车门 将罗某母女二人全部拉下了车 并将两人全部打倒在地 之后他不停的用脚踢击 二人的头部和腹部 最终两人在陈红的疯狂下 活活被踢死 发现两人没有了呼吸 陈红便将两人又搬回了车上 并驾车回到了中山市的出租屋内 当天晚上待夜深人静时 陈红才从车上将两人搬回了屋内 并利用刀具将两人残忍的进行了分割 当分割完毕 他发现整个屋子里都有一股腥味和臭味 为了掩然耳目 他便将尸块装进了锅里 并加入了花椒大料等炖肉料 直到尸块煮熟没有了味道 最后他找来了五个塑料桶 将尸块装了进去 并用胶带进行了密封 12月3日一早 陈红将塑料桶搬到了车上 并对房屋进行了仔细的清理 在屋内彻底没有了味道和血迹之后 他向房东退了房 驾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贺州八部区 布头镇 梅中村 12月4日 陈红用罗某的三张银行卡 分多次取走了罗某的存款 共计14万元左右 又用罗某的手机微信 联系了房产公司的对接人 以罗某的口吻 以孩子生病急需用钱为由 要求房产公司退还两万元定金 12月5日 陈红对外声称 自己的家里要建一个车库 需要打地基 于是他便用罗某的钱 顺利地雇来了一辆挖掘机 在自家的院子里 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 当晚 陈红便将五个塑料桶搬了进去 并进行了掩埋 为确保不留痕迹 12月6日 陈红又去沙石厂 买了一千多块钱的沙石 彻底将深坑填平 自此罗某母女人间蒸发 陈红不知去向 具体的抓捕过程 警方没有披露 媒体也并没有做报道 只知道2021年4月9日 广东警方成功破获了此案 将陈红抓获归案 移交给了广西贺州警方 2021年12月15日 由于疫情原因 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视频形式的审理宣判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陈红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盗窃罪 判处陈红五年有期徒刑 并处两万元罚金 恕罪并罚 决定对陈红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 是不是又有小伙伴说要恐婚了 其实此前在讲其他案子时 我就和大家探讨过 家暴和出轨 这两个都属于要么零次 要么无数次的原则问题 如果情感关系中 发现对方情绪特别容易不稳定 无论男女 真的不要对所谓的 结了婚就好了 或者有了孩子就好了 这样的幻想抱有侥幸 你想一想 恋爱阶段 最该甜蜜的阶段 对方的难以压抑自己的脾气 那当两个人走进生活 真的一地鸡毛坦诚相见的时候 对方可能反而更加控制脾气嘛 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但是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 其实也是对那些 为了缓和关系所以生的孩子们不负责 另外我身边也遇到过一些朋友 和对象谈了很多年 明知道对方有很大的原则问题 但是总想着 嗨 已经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就先这样凑合过吧 但事实是 他们结了婚 该有的问题也还是会有 但是离婚却和分手不同 除了情感的投入外 还牵扯了太多诸如家庭关系 金钱 孩子 等等等等理不清的问题 最后痛苦不已 悔不当初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说 要学会放弃沉默成本 已经投入的 那没有办法了 就早点放弃 不要为了心疼那些投入 继续追加 关于沉默成本 有一个例子 一个人花7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 但是看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电影乏味透顶 完全不值这7美元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此时 他还是会选择看完这部电影 因为毕竟钱都花了 但实际上 无论他看不看完这部电影 这7美元都不会回来了 所以继续看下去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弥补或者收益 相反 只是浪费了更多的一个小时 以及当天的好心情 希望小伙伴们都不会遇到那些 让我们浪费感情的7美元人渣 如果真的遇到 也请记得远离垃圾人 放弃沉默成本 及时止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多当评论 私信与我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暴力尽灭 环玉安宁